歷史18年的阿富汗戰爭 终于看见和平曙光 塔利班美国和阿富汗政府 22号迎来为其一周的局部休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此前表示 若这一周的休战能够成功减少暴力 美国和塔利班可望朝签署和平协议迈进 美国和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已经超过一年 休战一周的安排 将考验塔利班组织能否控制各派系战事 减少暴力冲突事件 美国和塔利班预定29号 在卡达首都杜哈签署和平协议 若谈判成功 美方在阿富汗的一万两千多名驻军 将会陆续撤退 终结阿富汗战争 不过就在局部停战生效的首日 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省 和南部的乌鲁茨岗省 都传出零星冲突 塔利班成员的攻击 至少造成两名阿富汗士兵死亡 使得美国和塔利班的和平谈判 天增变数 张老社综合报道